大家好,又回到要財財經台的問答環節 今節身邊的嘉賓是來自要財政券的研究部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你好,Rathy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都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00-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先和大家跟進大市的最新表現 恆生指數這一刻是升21點 做19,699點 其指方面是升100點 暫時是低水7點 做19,695點 國企指數這一刻是升39點 做10,6886點 再看國內股市的表現 上證組合指數這一刻是跌2點 做2,507點 互深300是跌6點 做2,729點 再看深淨城市 暫時是跌47點 做10,546點 Rathy看到今天的市 港股來說真的不太動 成交額方面 都只有387億 其實市場都是沽望 明天的CFI數據出來 看看會不會做得比預期好 如果說到今天的市方面 其實今早已大 的確來說 無論今早也好 或者到現在這一刻也好 成交一定是相對偏低的 我沒有看到對比上星期的 例如升至來計 或者之前那一陣的升至來計 一定都是為之偏低 這個意味著什麼 當然一來 當然是像Lisa所說的 大家都有一個觀望的心態 觀望的是什麼 正正來說 除了歐債方面 一直都要困擾住之外 在這一刻為止 都沒有太大的新進 太大的突破 一直都困擾市場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為止 這兩天的稍為的成交低 我反而覺得 不是沽默歐債方面的問題為主 某程度上都在等著 明天或者4月3日開始 這三天來講 內地的一系列的一些經濟數據 特別來講 當中最受註意的 當然是CPI方面 或者其他的 可能進出口的一個順益差 這些數據 這些數據都有不同程度的指標性 始終來說CPI方面 一定是在看通脹問題 就是有沒有叫做緩和情況 或者有沒有預期大家這麼好的回落 如果好的時候 一來可以輸解到大家的消費壓力 令大家的消費力增加 二來也可以另一邊商 又會靜靜沖景著 內地真的可能 就算會沖景著內地 有機會繼續放寬一些流動性 令到不僅實質 消費層面上是有個好的跡象之外 其實很常使股市 甚至這些經濟活動 全部都頻繁上來 如果當真有這麼預期好的回落的話 完全來說 是會稍為有一個利好的氣氛 至於一邊商 剛才所說的準出口數據 又意味些什麼 當然這個數字也比較重要 始終都會看著 究竟中國經濟的增長 到底去到哪裡 或者問題會有硬著力的因素出現 因為始終來說 很多時候 準出口數據也要看外圍方面的進程 如果歐洲方面 繼續有什麼問題出現的時候 會令到中國的出口 有個打擊的時候 會嚴重影響中國的GDP增長 所以我常常都會令到這些數據 大家都會有指標石在看 究竟歐債問題 或者外圍方面的問題 有沒有拖累到中國經濟 真的有大家預期一般的下滑 或者真的有大家憂慮的硬著力 所以如果出來是好的 繼續有一個擴大現象 或者順差是好的時候 都會意味著中國 慢慢都真的朝著一個軟著力的因素去下滑 所以我相信 如果出得好的時候 兩者都出得好 我會覺得 慢慢慢慢 當過了這兩天 當我小姑看完 其實有條件是會繼續上去的 至於如果從技術指標上看 去到什麼位置 或者上下網什麼位置的話 的確今早都說過 現階段來說 你看這幾天都是的了 成交低 但是來講 都是在矮近兩萬點的水位 到處徘徊著 從事實上都沒有太大的突破空間 正正在等著 剛才所說的一些實質數據 而來過了 技術指標上看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 只要逆到一個點 始終不斷來說 就算在這裡反覆 都不要緊 因為始終來說 都叫做急伸員那麼大輪 急伸員那麼大輪之後 三位這些位置 反覆整固 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 或者技術指標上看 都沒有太大的負面因素 只不過來講 後市只要繼續 力守著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 一天都不塞的時候 都意味著市 其實是有條件 去繼續找高位 只不過來講 所謂的有條件高位 都要承接外圍 或在基本上 所謂的向好 令到大家有入市的推動力 現在來說 稍稍還是欠逢了少少 所以我會在這些位置拉腳 所以如果你說 當明天出現數據 或者歐債方面 有些明朗化的時候 而大家又可以入市的時候 其實已經令到市 可以繼續向上推 其實今早也講過 短線的幾百點上落 可以先看之前高位 大概兩萬零三百點 如果你想多一點 中線看 或者接下來看下一步 大概去到兩萬一的區間 所以我覺得短期內 都會在這些區間上落 大概到萬九點至兩萬一的區間 去操作 所以現階段來說 只是在等待一些數據 或者事實 愈來愈多 讓大家知道 進程是怎樣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明天將會公佈業績的 騰訊700 看到明天還未公佈業績 今天的股價已經被側低了 現價跌接近7% 做162.8 其中的原因 為什麼今天的股價被側低 就是看到 有些大行都是暢探了它的前景 包括野村 將騰訊的目標價由260元 大幅調低到155元 而且將它的評級 由買入調低到減持 也有另外一個大行 稅訊 調低了它的目標價 去到240元 也是維持跑輸大市的評級 看到了 Ravi 大行對騰訊這股份 你又是否看得這麼淡 如果騰訊方面的話 的確 只憑今天這兩個野村 或者相關大行的報告來講 就叫做調低沒有標價 或者調低那個 買入的評級等因素 為什麼說有這些 新的報告出來呢 的確來說 某場上當然是他們之前 叫做預測的騰訊 預測得相對太好 或者過分樂觀 某場上適當 現在在這一刻 做調整 某場上已經令到大家 市場接受性 是比較少少的負面 令到股價第一個 值得的原因 第二來說 其實你說 是不是今天才開始跌 或者跌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某場上 已經不只是今天開始跌 早幾天已經開始 上個禮拜已經開始跌 這原因 正正由它自己管理方面 特別是馬法騰方面 出來的一些言論講到 自己本身 騰訊方面 年初買落的 即是高頻 團購的業務 其實某場上 有少許過急 或到現在來說 都是處於虧損狀態 幾個這些負面因素出來的時候 難道不少 一定令到股價會繼續跌下去 所以也令到大家有個憂慮 明天出的業者來說 會有個第三季這方面 是有個幾明顯的影響 至於自己怎麼看 我覺得 短線當然會受到 剛才所說的幾個因素 應該有機會再下錯多一點 但不要受用中長線的看 這刻為止 就算不說太樂觀 都不會說太悲觀 總而言我覺得 今早講過 團購這些業務來說 是急著一點 或者可能要看長線一點 因為這個受歡迎程度 慢慢可能在未來幾年 才會發揮出來 因為一推 急著 投放過大的時候 慢慢才會有成效 所以我覺得 現在短線 我會不太建議大家 去搏反彈追入 但中線看的話 我會幾時照顧 到選領那一刻 其實慢慢大家可以 考慮緊張 甚至當然 看明天的業績來說 再做一個判斷 就會更加好 謝謝Ravi 我們這一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依然有問答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 有任何疑問 都繼續打電話 幫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 20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恆新指數 這刻是升27點 做19704點 成交額方面 有接近400億 期指是升110點 暫時低水8點 做19709點 看國企指數 暫時都是升 升64點 做10710點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跟你聊